近日,近两个月没有露面的嘎子谢梦伟突然在社交平台开启了直播 虽说直播内容只是与粉丝们闲聊 但聊到近期爆火的电影《八角龙钟》和《王宝强》时 嘎子却有些不淡定了 当时直播间观众有上万人 其中有些弹幕让嘎子聊聊《八角龙钟》和自己的好朋友王宝强 这一聊起来嘎子就说不住,忍不住爆出了一些猛料 首先嘎子表示,王宝强拍摄《八角龙钟》时自己也参与了他的电影编辑 并且是第一批参与后期制作的人 除此之外,在王宝强需要资金支持时自己还两次掏钱给予了他帮助 总共投资了近一亿元 据嘎子交代,自己与王宝强已认识超过十年了 当时嘎子拍摄《小兵张嘎》后就已经声明确起火遍大江南北了 那个时候王宝强还在演艺圈摸爬滚打是一个无名演员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两个人来到了同一个剧组 嘎子看王宝强不是能干所以两人很快成为了朋友 在王宝强生活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嘎子也经常给他生活上的帮助 后来王宝强电影事业逐渐有了起色 但是苦于没有资金的支持所以向他的亲朋好友们借钱 嘎子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真心想和王宝强合作当初他向我借钱的时候 我总共借给他两笔金钱 一笔是四千万一笔是六千万总共借了一亿 考虑到我们是兄弟关系所以这是没有签合同 可是说到这里嘎子越来越激动 因为没有签合同的缘故所以王宝强大获成功并没有主动提及此事 嘎子在直播间补充说道 我特意打电话去问过 但是一直是他的助理在回答 王宝强对这件事还是保持沉默 究竟怎样解决还没有确定 这让我感到非常愤怒直播间的网友也并没有偏心嘎子的话 所以他又继续补充道 我真不是因为钱才说这些 我现在真的不差钱 我现在的这辆车价值达到了两千万 还有我住的房子在北京二环附近 价值更是达到了四个亿 我并不是在炫耀财富 我只是想表达一个观点 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我更加重视的是兄弟之间的情感 如果朋友兄弟之间只是为了利益而交往 那就太可悲了 当然 对于王宝强电影八角龙中的成功 嘎子还是表示欣慰并且祝福的 这是王宝强努力那么多年应该有的回报 再者说来 大家兄弟一场 自然希望对方过得好 值得一提的是 曾经王宝强也邀请过嘎子参演八角龙中 只不过当时嘎子自己亲自指导了一部新电影 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参与王宝强的电影 所以被迫放弃了这个大好的机会 后来嘎子还为王宝强的八角龙中专门拍摄了一个宣传视频 依此助力王宝强的电影事业 由此可见两人在工作上的交情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直播间也有很多人质疑嘎子在炒作 这一点嘎子也着实无力做更多解释 因为之前多次的带货翻车事件已经让自己的名誉扫地 所以嘎子干脆直截了当地说 这笔借款我没签合同这是我的错 我也怨不得别人只当是吃了个哑巴亏 从此以后我也不提这部电影和借钱的事 究竟是蹭热度还是讲事实 这需要网友们自己去判断 总之公众人物的事情总是真假难辨 我们作为吃瓜群众其实当做茶余饭后的谈子就好 不过话说回来 嘎子之前直播带货的名酒名表真的是一言难尽 打着为支持自己的粉丝着想的旗号 实则是在割粉丝韭菜 究其原因不还是从中捞金吗 这难道不是缺钱的表现吗 所以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希望广大网友在吃瓜的同时保持理性判断 共同树立风轻气正的网络氛围 对于嘎子谢梦伟的言论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